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喜人交在他们手里,他们在比塞击杀了一万人,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塞与他征战,杀败迦南人和比利喜人。 亚多尼比塞逃跑,他们追赶拿出他们,判断他手脚的脖子里。 亚多尼比塞说,从前有七十个房子,手脚的大伙子都被我看惯,在我桌子底下失去零碎食物,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。 于是同将亚多尼比塞带到耶路撒纳,他就死,害了。 由大人攻打耶路撒纳,将成功去,用刀杀了城内的侯主,并且放过烧盘。 后来由大人下去,与山地、南地和刀伦的家来人侦探。 由大人去攻击部西伯伦的家来人,杀了赤塞、亚细带、阿玛基。 西伯伦存前名叫激烈凉花,他们从大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。 底壁从前名叫激烈西伯树子,加勒斯。 谁能攻打激烈西伯江城夺取,我就把我女儿压撒给他回起。 加勒兄弟激烂斯的儿子摩托涅,夺取了纳成。 加勒就把女儿压撒给他回起。 压撒过门的声音,劝着我向你一起求一块钱。 压撒一下子摩托,加勒问他说,一两只摩托,他就说,求你赐福给我。 你即将我安置在哪里,求你也给我损传。 加勒就把上拳下拳赐给他。 皇席的内胸是基基人,他的子孙与牛大人一同为了宗书城, 王亚拉特地南的牛大皇军,就够在乎巴西。 牛大会把哥哥新领和区袭,击杀了主习法的迦迦人。 江城尽情毁灭。 那城的名字便叫蒲萨。 牛大定取了加萨和加萨的死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